唐朝贞观年间 五谷丰登 国运昌盛 百姓安居乐业 这年盛夏 一场瘟疫忽然在山东灯珠一带 蔓延开来 得病之人四肢无力 呕吐不止 许多人不致身亡 当地官府 今来很多名医 却都无药可治 这怪病 闻所未闻 老朽也无能为力 无奈之下 官府只得将病人 隔离在郊外的广郊寺 一日 观音菩萨云游到此 听到凡间哀嚎声不断 开天眼一看 只见广郊寺内 到处都躺着重病百姓 观音菩萨 见此情景十分不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寺院住持方丈 既如此便有劳这位施主了 于是 方丈便带着菩萨来到的后院 你只需将这颗药放入国中监好 让众人扶下 只需一天即可药到病除 我佛慈悲 希望这药能救众生脱离苦海 施主 今晚你且住在老那禅房对面 明日再行商议 第二天早上 方丈正在禅房打坐 轰然听到外面一阵欢呼声 师父 师父 快出来看哪 大家的病都好了 方丈开门一看 昨日还奄奄奄奄奄的病人 现在全都好了 个个生龙活活 特来点换我的身衣去哪里呢 老夫在此 菩萨在众生面前显得真身 这时大家才知道 原来卖药老翁 竟是观世音菩萨所化 下凡救度百姓 大自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而等饱受瘟疫之苦 只因心中正气不足 贪婪享受 不懂得行善积德 礼尽三宝 才导致外邪侵袭 恶病缠身 此节之后 希望儿等要改过自新 忏悔业障 广行不失 我等谨记观世音菩萨教会 一定行善积德 改过自新 在场之人将菩萨留下的草药熬好 免费送给患病之神 疫情很快解除 灯州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人们把观世音菩萨 诗药救度的故事 写成书籍 广为流传 百姓感激观音菩萨的救命之痕 在广交寺 供奉了一尊 诗药观音菩萨 四庙香火鼎盛 信众如云 当地百姓 纷纷改过自新 广行不失 虔诚信佛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新药观音